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午夜拍案惊奇 恐怖小说 夜惶惶系列之 时长 南甸子 离红铜县城三里远 那是一片茧土地 荒草葱生 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死水泡 生长着奇形怪状的怪流 十分荒凉 那些水泡由于常年不流动 水泡呈暗绿色 里面没有鱼 可能滋生着人类不了解的怪异的生物 听说有人曾经在那里看过一具男尸 看不见脸 因为它的身子藏在暗绿色的水泡里 只露出了一双脚丫子 黑乎乎的 已经腐烂了 露出了白灿灿的骨头 很少有人到那个阴森的地方去 那里只有成群的乌鸦 二十三岁的平剧演员张来 对南甸子充满了畏惧 听人说 神经不结实的人最容易梦游 而梦游的时候 往往越害怕什么地方 就越会去什么地方 张来最害怕的 是有一天早晨醒过来 他发现自己的鞋子上 沾满了碱土和泥巴 可是在这一天夜里 却发生了比梦游更可怕的事 半夜 张来突然被冻醒了 他睁开了眼睛 头皮一下就炸了 他不是在房间里 而是站在外面 四周黑乎乎的 挂着冷嗖嗖的风 张来很快就看清了 四周都是 一只不知 一只不知藏在什么地方的鸟 再长一声短一声的叫 那叫声古怪 孤独 所有梦游的人 都能安全地回到睡觉的地方 不管中间的路多么难走 他都不会被绊倒 更不会醒过来 这件事情十分的诡异 没有人能够解释得了 如果张来在南店子转一圈 再不知不觉地回到家里 一切都蒙在鼓里 那还好一些 可是 张来梦游来到南店子 他突然醒过来了 他私下看 他看到了空路 离他大约一里远 张来哆哆嗦嗦地走过去 一个影像在他的大脑中 慢慢地呈现出来 死水泡里露出了一双男人的脚牙子 直降降地 一动不动 此时 张来根本不知道那双脚牙子 是不是就在旁边的水泡里伸着 天太黑了 什么都看不清楚 这个时候 一个黑乎乎的人影 突然挡在着他的前面 张来的脑袋一切就清了 他停住了脚 傻傻地望着这个人 这个人的头发乱碰碰的 很长 五官不清 表情不详 两个人对峙了半天 那个人才嘶哑地说了一句 把马朝前走 什么 你说什么 张来颤文文地问 五子殿壮人 那个人又说了一句 同时似乎还笑了笑 笑得极具神意 张来说 张来说 这什么 状元 那个人朝前跨了一步 几乎贴在了张来的脸上 他的口气突然变得阴森 你快疯了 张来好像被电给打了一下 他撒腿就跑 跑的时候 他挂着了对方的肩膀 他发现这个人的身子轻飘飘的 没有一点力量 似乎不是一个实体 张来 张来气喘吁吁地跑了一段路 忐忑不安地回头看了看 他发现那个人依然站在原地 黑乎乎地 在盯着他 午夜时分 红铜县平剧团的门房 黑着 办公楼也是一片黑暗 一片死寂 看门的老兆头 站在门外 静静地望着夜空 看不清他的脸 那是一张丑陋的脸 布满了烧伤的痕迹 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 这个老兆头的家 莫名其妙地湿了火 他差点把命送了 那个时候 张来还没出生呢 这个老兆头 当年可是剧团的台柱子 当年小伙子英俊提荡 风度翩翩 很多女孩子都在暗恋着他 甚至还有一个女孩子 上面青红灿白 五颜六色 随着时光荏苒 他的头发长出来了 出奇的旺盛 黑得像墨 而且非常的浓密 可是他的眉毛 绿色的眉毛 绿色的眉毛 却没有再生 他的脸一块一块的坏死 坑坑挖挖挖挖挖的 像一块被风雨剥饰了多年的铁皮 一转眼 人就变成了鬼 他所有的年轻的照片 都和他年轻的脸 一样被烧毁了 老婆跟他离了婚 抱着墙堡里的女儿 远走高飞了 他只给老兆头留下了一个儿子 那是一个痴呆 老兆头不可能再唱戏了 就带着痴呆的儿子 在剧场看大门 白天谁都看不见那个痴呆 不知道他在哪转悠 只有到了晚上 他才回到老兆头的身边来睡觉 老兆头在这里 看了几十年的大门了 年轻的演员们 偶尔听剧团的老太太 讲起老兆头的过去 都感叹不已 此时 也就是将来在南殿子 狂奔的时候 老兆头朝着夜空明望着 他好像在寻找一颗星星 又好像在修炼什么巫术 一整天张来的脸色都很不好 因为他不敢对任何人讲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在人们的眼里 梦游本来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是一些接近精神病的人 张来怀疑很多人都有梦游的经历 只是出于和他一样的顾虑 不肯说出来罢了 越是把这件事情压在心里 张来越是感到恐怖 感到孤独 下班的时候 他是最后一个走的 在路上 他不时着打量着四周 观察有没有人注意自己的脸 他变得多疑起来了 前面的人行道上 有一个黑黑的东西 张来走过去看 竟然是一个手机 手机很老了 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产品了 外壳已经磨得斑斑薄薄 极其难看了 张来四周望一望 附近没有人 就弯腰把它拿起来 他拨了一个熟悉的号 传来了奇怪的 嘟嘟嘟的声音 他没有手机 但是 张来是一个好人 一个在公共汽车上 总是给老幼让座的人 一个从不走忙到的人 一个结水的人 一个实惊不媚的人 张来把手机拿在手里 继续朝前走 如果施主找来 一眼就能看到 他手里拿的东西 一直走到狮子路口 没有人来认领这个手机 张来只好把它装进口袋 朝回走 现在他只有等 施主打电话来了 可是 这个电话还能打进来吗 马路边 有一个很宽阔的草坪 几个孩子在那放风筝 张来慢慢地朝家走 又开始回想昨夜的事 那个出没在南店子的人 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说的那两句莫名其妙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他为什么说 说自己快疯了 张来不知道 这一切 都和他口袋里的手机 有着黑暗的关系 张来是平剧演员 唱小声的 今年二十三岁 大家三辈都是演员 他祖父唱五声 经常雕花刀 老了之后 一口牙跟少年的时候 一样的缜密 坚固和整齐 他爸爸是个琴师 拉尔胡 红铜县平剧团首席伴奏 他妈妈唱丑淡 实际上他妈妈很漂亮 剧团刚刚下乡演出回来 张来演张生 俊晓演崔英英 俊晓是剧团最漂亮的女孩 张来最喜欢的那段唱词 也是我走道窑洞 一佩而想 一样二样 惊动了张先生 懒读文章 一样二样 俊晓是个农村女孩 他父母都是唱个人转的 龙声龙凤声凤 俊晓从小就喜欢唱地方戏 去年呢 他被选进了县平剧团 俊晓很刻苦 天天吊嗓子 背台词 买些相关的戏曲VCD 学习 他很开朗 爱说爱笑 剧团里很多人都喜欢他 张来更喜欢他 经常偷偷地向他献殷勤 剧团里的人都知道 不过张来唱够了 他一直想改行 他的梦想是进入影视圈 凌剧团 不景气 工资低 而且经常拖延 现在 张来似乎一下就丧失了 那远大的理想了 他只想上帝保佑他 千万别疯 天黑了 家家户户都亮了灯 有的窗帘是红的 有的窗帘是绿的 张来躺在床上 那个笨重的手机 静静地放在茶几上 淡淡的月光照进来 他发出了乌黑 灰色的光 那是一个 已经死了的手机 也一点一点的流淌 张来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也很紧 跟平时一样 没有脸色苍白的人 突然出现在窗外 没有一个毛红红的脑袋 突然从门口冒出来 窗带下也没有人 嘶哑地对他说 我跟你背靠背 但是张来的心 却是极其地害怕 他不知道自己睡着之后 还会不会梦游到 那个男垫子 突然 这个手机响起来了 张来愣了一会儿 马上伸出脚找拖鞋 他的拖鞋隐藏 在床下的那片一万里 他用脚滑了了半天 没有找到他们 脱鞋当然是两只 可是他一只都没有找到 他把电话里的 那个人挂机 最后干脆光着脚下了地 也许是电话里的人 不抱什么希望了 当他走进手机的时候 他不想了 这个手机调不出来 未接电话的号码 张来在他的跟前 沮丧地站了半天 再回到床上 但想这下完了 电话里的人一定以为 捡到这个手机的人 不想接听 不想归还 因此很可能 不在他了 张来躺在床上 心里有点不踏实 这算什么事 捡了人家的手机 却不接电话 都怪这两只该死的脱鞋 张来 张来爬起来 打开灯 发现脱鞋不在床下 四下看了看 他 他竟然在床 和床头柜中间的空袋里 张来伸手把他拿出来 重新放在床下 然后他又朝那个手机看 他静静地放在茶几上 一动不动 张来忽然感到 这个手机是一个人 是一个被他偶然 从外面带回来的 陌生的人 其实 任何一件物品 都有人态 不信 你在深夜里观察四周的物品 你可以把任何一件 迷人化 然后 你会发现 他们形态不同 性格不同 比如说台灯 那是一个驼背的 大脑袋的老头 注意他为什么 永远低着头 那是一个很深邃的秘密 比如说椅子 那是插开双腿 坐着的中年人 他的表情很开朗 比如一排一排的书 那是挤在一起的人 他们刚刚对旁边的人表示了不满 刚刚扭动了身体 找到了最佳的存身的姿势 如果把手机 如果把手机想象成一个人 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中等格很顿时 这两句话 这两句古怪的话又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 为了驱赢 为了驱赶他 他开始默念一段唱词 到金山 我收的什么香来 我还的什么愿呢 为寻我战法 海水漫金山呢 娘子你受尽了牵连呢 突然他听到身后有跑动的声音 回过头 他看见一个小女孩跑过来 他大约十三四岁 穿着一件花裙子 头上带了一个草环 他从张来身边跑过去了 接着张来又看见前面有一个人 他远远地站在那光洁的人行道上 一动都不动 定定地朝张来看 那是一个男人 他中等格 很顿时 脸很黑 眼睛闪着暮暮的光 张来一下就傻在那了 那个小女孩朝那个男人跑过去 张来忽然想到 她是小女孩的爸爸 她不是在看自己 而是在看那个小女孩 可是 那个小女孩跑到她跟前 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静止朝前跑 那个男人依然定定地看着张来 张来诧异了 他闭开那个男人的眼睛 慢慢地朝前走 一直走过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 脖子僵直 往着原来的方向 一动也不动 张来走过他之后 停下来了 张来说 先生 我问你一件事 说吧 那个男人口气阴冷 他没有转过头 张来只在后面看到这个男人的两只耳朵 他的耳朵很长 像佛的耳朵 张来说 你有没有丢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我是在问你啊 那个男人考虑了一会儿 突然说 我说了 你可别害怕 这句话让张来哆嗦了一下 他说 你 你说 我的魂丢了呀 张来撒腿就跑 这个人的姿势 语调 状态 就是丢了魂啊 张来跑出去很远 惊恐地回过头 那个男人还背朝着他 默默地站在那儿 张来一直没有看清 他的五官 张来只睡了十几分钟 就惊慌地醒过来了 上面的这个梦 简直是见缝插针了 他扭头看了看 那个手机 依旧在茶筋上 静静地躺着 恐怖小说 夜黄黄系列之诗长 作者周德东 演播爱宝梁 节目编辑张美花 录音师张啸音 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午夜拍案惊奇 恐怖小说 张来睡了有十几分钟 他惊慌地醒过来 发现那个手机在茶匙上静静地躺着 张来按了一下报时器 一个女中阴告诉他 还差十五分钟到零点 张来想 估计手机在这个时候不会再响了 好像就是为了否定他的判断 手机突然响起来了 深更半夜 电话的主人竟然又拨响了这个电话 张来坐起来 愣愣地朝着他看 在这死一样寂静的黑夜里 听着这刺耳的电话铃声 张来突然有点害怕了 他胆战心惊地下了床 慢慢地朝着那个手机走过去 那手机一边怪怪地响着 一边用他的眼睛 好像是在不动声色地盯着张来看 也许是张来拖延的时间太长了 他拿起了手机 还没等说话 他又不想了 张来拿着手机 愣了半天 他越来越感到这个手机 有些诡异 张来打开了灯 在灯光下 仔细地端详它 这个手机很厚 背负着一块沉重的电池 它的界面上 显示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英文字母 翻开盖才能使用 张来把手机关了 可是他回到床前又返回来 把他塞进了木柜里的一条毛毯的里边 然后又把木柜子关延了 这才回到床上 不知道为什么 张来比刚才更加恐惧了 人可能都是这样 越是躲避什么 就越觉得什么可怕 过了好长的时间 张来迷迷糊糊地要睡着了 他突然一听到那个电话又响起来了 他猛地仰起头 使他的听觉更加灵通 他首先要确定 自己到底是不是换听 假如真是那个老手机在响 那不是活见鬼了吗 那不就袒露了另一半灵异时空的秘密了吗 那不就肯定了人类永远半信半疑的东西了吗 那不就天翻地覆了吗 最后张来断定 自己不是幻听 他相信自己 清醒 确实是那个老手机在响 不过 这回显得更加幽远 更加遥远 更加鬼祟 更加飘忽不定 听着听着 张来的身体越来越轻 他渐渐地变成了红毛 没有一点重量 终于他下了地 慢慢地走向那个木柜子 张来的神经紧紧地绷着 就像是一条皮筋已经被拽到了极限 随时都可能 砰 断了 张来慢慢地打开了木柜子 那响声 一下就真切了好多 他摸索了半天 终于摸到了那个手机 然后颤颤地按了一下通话键 把他举到耳边 喂 张来尽可能让自己的声音不像一根红毛 尽可能像一个好人的声音 但是他失败了 他的声音比预想的还要虚弱 像红毛上的一丝一毫 在沉沉的黑夜里 飘飞 手机里没有声音 喂 你 你是谁啊 喂 请讲话 这 这电话是你的呀 你认识这个电话的主人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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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我吗 手机里一直没有声音 但是张来明显地听到了对方的细微的喘息声 他惊悚了 他不再说话 静静地和电话里的人对峙着 突然 那个人说话了 是一个类似小孩的声音 语速极快 一划而过 你开疯了 在这个小县城 夜已深 大街上就没有人了 空荡荡的 两旁的路灯 也显得昏昏暗暗 半睡半醒的 一个人飞快地朝剧团走 他一直溜边走 影子映在墙上 忽长忽短 突然他停下了 他小心地走下阴沟 捡起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警觉地四下看了看 然后 几口 就把那东西 吞进肚子里了 他继续朝前走 很快就来到了 平剧团的大门口 脚门开着 但是他没有走进去 而是躲在大门旁的阴影里 看不见了 老赵头 一个人直直地站在门房的外边 在黑暗中 叨咕着什么 他的声音很小 好像是一个古老的歌谣 又好像是一个 鬼秘的诅咒 突然 老赵头把嘴闭上了 他好像觉察了什么 终于 他几步就走出来 朝大门旁的阴影里探头 看了看 喝完了一声 谁啊 没有人说话 他仔细地看 没有人 老赵头转了一圈 慢慢地走回去 进了门房 他看见一个黑影 坐在床上 直将将地看着他 他看不清这个人的脸 只能看到 这个人的头发很长 乱糟糟的 老赵头笑声地说 回来了 那个人没说话 睡吧 那个人一动不动 依然在看着他 躺下 睡觉 老赵头的声音大起来了 那个人似乎害怕了 乖顺地躺在了床上 老赵头转身走到 另一张床前 也脱衣躺下了 也紧急了 门房里的两个男人 都没有憨声 不知道睡没睡着 一只鸟在窗外 古怪地叫着 那声音 那声音跟张来在南店子听到的一模一样 张来到超市买东西 晚上单位几个同事要到他家来聚会 他家门口就是一个小公园 有几个老人在陈恋 一个在舞剑 一个在打太极拳 一个在抱着树哆嗦 打太极拳的那个老太太 眼神有点凶 他不像在打太极拳 倒好像是在表演无数 他的两条胳膊在空中莫名其妙地比活着 他的眼睛在飘来飘去的胳膊后边 盯着张来 这世界怎么了 张来觉得一切都变得可疑 张来对自己说 还是想点快快快快乐的事吧 于是他就开始想 俊小 一想到他 张来就像是听到了鸟儿的叫声 心情就一片灿烂 也是我走到窑洞 一配而想啊 一二一二呀呀 惊动了张先生 懒读文章啊 一二一二呀 一想起 他在戏中 那婉转的歌词 默默含情的模样 张来就感动 张来是一个情种 在戏里头 他是一个穷书生 而俊勇呢 是大家闺秀 可是他爱他 在生活里呢 张来是一个穷戏子 路边有一个州店 二十四小时营业 这个州店有一部公用电话 张来忽然想到 那个人打电话来的时候 应该看一看手机上显示的 打来的电话号码 他抱了一堆吃喝 从超市回家 然后一直守候在手机的边上 等着他响 可是他不响 张来很着急 因为他没有充电器 他不知道这个手机的电 还能坚持多久 窗外的鸟叽叽喳喳的叫起来了 他想 俊小要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手机突然响了 张来迅速的把他拿起来 看清了上面的电话号码 四三四三二二一 四三四三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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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来一边叨咕着 一边手忙脚乱的找到 纸笔 把电话号码寄起来 电话断了 张来想了想 四三四三二二一 他把电话拨过去了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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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来的心狂跳着 逼迫着他喘不出气 电话响了很久 终于有人接起来了 传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谁啊 对不起 请问刚才 是你打电话吗 不是我 这个人的声音 跟半夜里的那个声音 有点像 只是语速不那么快 请问 昨天半夜 你有没有给我打电话 你说什么呢 那个人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麻烦问一下 您这是哪的电话呀 公用电话 那 那刚才打电话的是什么人呢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我想问一下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 啪 对方把电话挂了 张来放下了电话 等了很长的时间 他再次拨通了那个 四三四三两两一 他希望这次换一个人接 最好是一个女人 他想异性之间好说话 他想问一问 这个公共电话在什么位置 他要确定 来电话的这个人的大致的方位 谁啊 还是那个男人 对不起 我想问问 您这部电话在哪啊 你有病啊 对方显然听出了张来的声音 又把电话挂了 四三四三两两一 张来在心里重复着这个号码 天还没有黑 几个同事就到了 当然有俊晓 其他几个呢 都是借俊晓的光 外面很黑 刮着大风 如果永远晴空万里 那是不健全的天气 张来的房间里十分的热闹 一张桌子堆满了吃的 全都是熟食 还有一箱子啤酒 大家一边喝酒 一边讲黄罢子 男人讲 女人也讲 而且女人的黄罢子 比男人的黄罢子 更露骨 只有俊晓不讲 他也不回避 只是跟着一起听 一起笑 这是女孩子 在黄罢子现场的 最可爱的表现了 张来也不讲 他得跟俊晓的纯洁 保持着一致 黄罢子有限 讲没了 大家就开始东一句 西一句的胡扯了 终于说到了手机 大家把手机都拿出来 摆在桌上 琳琅满目 意义生推 张三说 我这个手机刚刚推出的事 我就买了 可谁知道 紧接着他就降价了 陶岩说 我的手机也一样 当时花的钱 现在都能买两个了 雷鸣说 我这手机啊 降价幅度可是最小的 张来把他捡的手机 也拿出来了 比起来 这个手机显得又老又旧 又土又笨 他把手机举给大家说 你们看 我这种手机会降价吗 张三接过去看了看 夸张的叫起来了 张三啊 是个女的 俊小儿也把手机接过去看了看 他认真的说 我认为啊 只有你这个手机不会降价 而且还会升值 为什么 他是古董啊 大家一边笑 一边纷纷的符合 嗯 对 会升值 这个 肯定升值 雷鸣说 而且啊 一机多用 这么重的家伙 完全可以当武器了 晚上要拿着他 心里踏实 雷鸣是个男的 顾言不信任的说 那 还能用吗 张来把手机拿回来 揣进了口袋 谁说不能用啊 接着大家就把话题给转开了 说起了一些走红的明星 天很晚的时候 大家意犹未尽的散了 张来更是意犹未尽 因为他舍不得俊晓 这就是爱吧 他把大家送下了楼 这些家伙 吃了 喝了 现在把嘴巴一抹 根本就不再理张来了 纷纷的骑上自行车 说说笑笑的走远了 好像没他这个人一样 张来无趣的回到了房子里 房子里似乎还留着俊晓的芬芳 也是我走到腰洞 一颇而想啊 惊动了张先生 懒读文章啊 张来一边横横着 一边收拾着蚕袭 外边的风更大了 吹的窗子糊涂糊涂地响着 张来刚刚把碗筷拿进了厨房 门突然响了 他走到了门口 从猫眼看出去 是俊晓 张来的心兴奋地跳起来 难道有什么奇迹会发生吗 他打开门 轻轻地说 俊 俊 俊晓 你怎么回来了 一切好事 都是有征兆的 不会在你的意外发生的 俊晓并没有走进房间的椅子 他站在黑乎乎的门外 低声说 张来 我想问你件事 你进来 进来说呀 不了 我就是希望你能够 如实地回答我 张来发现 俊晓的表情有些异常 好啊 一定 我从来就没骗过你 俊晓犹豫了一下说 嗯 张来 你的手机是从哪儿来的 俊晓的好奇 引起了张来的好奇 哎 你问这干什么 你不想告诉我吗 俊晓这句话 明显是 不想告诉张来 张来说 我 我就捡的呀 真的 真的 哦 没什么 那我走了啊 哎 张来叫住他 犹豫了一下说 哎 你知不知道 四三四三两两一 是哪儿的电话呀 俊晓想了想说 啊 不知道 然后俊晓转身 急匆匆地走了 张来的舞台的搭档 俊晓 此时消失在黑乎乎的楼道里 楼道的窗子破了 没有人修 风刮进来 呜呜地响 张来站在门口 一直在回味 俊晓的神态 这一天 天黑之后 平剧团的团长 乌堂和俊晓 一起走出了半空楼 两个人虽然走在一起 可并不是亲密无间 中间保持着男上司和女下属那么远的距离 两个人一边走 一边低声地说着话 乌堂说 最近张来怎么一直没有来上班呢 俊晓说 我听说他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啊 我是听赵大爷说的 哦 什么事啊 有一天夜里吧 他说他梦游了 他一个人走到南店子 然后就突然醒过来了 而且还撞了鬼 武堂说 乱弹琴 出了剧院的大门 两个人都停下了 恐怖小说夜黄黄系列之诗长 作者周德东 演播爱宝梁 节目编辑张美花 录音师张笑音 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舞夜拍案惊奇》 恐怖小说 夜黄黄系列之 诗长 平剧团团长吴唐的家在东面 东面是正街 一片灯火辉煌 郡小租的房子在西面 西面是贝街 黑咕隆咚的一片 今天团长吴唐的老婆 回娘家了 吴唐小声地说 我送你回去吧 郡小推了他一把 羞涩地低下头 团长吴唐左右看 四周没有一个人 他就轻轻地挽起了郡小的胳膊 朝西走了 一步一步走向那片 深渊一般的黑暗 走了一段路 团长吴唐 简简地 搂紧了郡小 马路两旁的柳树 黑森森的 一只鸟叫起来了 那声音长一声 短一声 古怪而单调 团长吴唐说 过几天呢 我在集团呢 躺出一间房子来 给你做宿舍 省得来回跑嘛 那感情好 停了一会儿 郡小有些胆怯地说 你听这是什么鸟在叫啊 乌唐四下看了看 是猫头鹰吧 猫头鹰 猫头鹰叫吗 怎么 猫头鹰不叫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猫头鹰吃腐肉 它要是一叫啊 就有人要死了 突然 郡小停下了脚步 乌唐也停下了说 怎么了 郡小没有回答 他慢慢地转过头 朝后看 乌唐也朝后看 猛然一惊 因为有个黑影儿 就站在他们的后面 相隔仅有一步远 看不清他的脸 只能看见他的头发很长 乱砰砰的 像个巨大的猫头鹰 团长乌唐问了一声 你干什么 那个人没说话 郡小一下把乌唐抓紧了 乌唐吼道 走开 那个人在黑暗里 逼试着团长乌唐 他声音嘶哑地说 你走错路了 然后他一个转身 飞快地走了 转眼就消失在黑暗里 乌唐愣了一会儿 他挽着郡小继续朝前走 前面更黑了 什么都看不见 乌唐也许是怕撞上什么 部里越来越迟缓 就好像一直在想着什么 终于他问郡小 这个人是谁啊 我还想问你呢 武唐不再说话了 又走了一段路 武唐突然停下来说 今天晚上我得回家了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郡小警觉地朝漆黑的前面 看了看小声地说 你可别吓我 乌唐回头看了看说 有人看到咱们了 今天晚上最好不要在一起 不吗 我要你去吗 不要任性 今天晚上好像有些不对头吗 我害怕 我害怕 吴唐想了想说 那好吧 他拉起了郡小的手 慢慢地走进那黑暗的深处 男店子的经历 一直压在张来的心头 像一块石头 那天是个周末 张来一个人来到剧团转悠 单位只有老赵头一个人在 不知道他那个痴呆儿子 现在跑哪儿去了 张来坐在门房里和老赵头聊了一会儿 终于忍不住 说出了那天夜里 他莫名其妙地出现在男店子的事儿 说起了那个看不清脸的人 最后他问老赵头说 你说 这人是谁呀 老赵头看了看窗外 他是个疯子 也许是因为面容丑陋 老赵头说话的时候 很少正视别人 张来说 怎么 你知道 我见过他 他见了人就说你快疯了 离开剧团 张来在想 半夜里给他打电话的那个人 和男店子的那个疯子 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很快他就否定了这种想法 张来坚信 手机这件事经过了周密的安排 不管这个人是谁 他肯定是不怀好意的 这个人故意把手机丢在那条人行道上 让张来捡回家 在深更半夜的时候 再突然的打过来电话 回到家 张来躺在床上 开始思索 他说 电话为什么关了机还会响呢 张来把枕头垫得很高 两只脚丫子露在被子的外面 这种姿势会让他更加清醒 最后 他忽然找到了机关 一定是这个人把开机时间 设置在了零点 不管是谁拿着这个手机 到了这个时间肯定是已经关机了 可是 手机却会 无声无息的 自己把自己给打开 张来下了地 张来下了地 打开了这个 鬼秘的手机 鼓到了半天 他终于查到了他的开机时间 果然是零点零分 有这样心急的人 怎么可能是疯子呢 可是这样做的人 他不是疯子又是什么呢 忽然 张来想到 南店子 去看看 张来一个人在乱砰砰的怪柳中 穿行着 他发现自己的脚步很轻盈 好像在飘 可是 一只只黑色的乌鸦 却惊惊乍乍地飞起来 他们在灰蒙蒙的半空中盘旋 嘎嘎地叫着 叫得很丧气 泥泞的捡土地很滑 但是张来 没摔一个跤 在此孤身一人来到这个地方 他感到阴风阵阵 死气沉沉 他越走越害怕 终于 他看见前面出现了一个人 他躺在水里 望着天 在沉思 这个人似乎没有一丝一毫的重量 他就像飘在水上的一根羽毛 他不知道他是不是 那个疯子 张来朝他喊了一声 诶 那个人机敏地转过头 那是一张毫无血色的脸 他盯着张来的眼睛 慢腾腾地说 你在叫我吗 张来叽叽巴巴地说 请问 这 这是不是有一个疯子 有啊 他 他在哪儿 那个人朝一个方向指了指说 在那边 张来 张来相信这个人就是那个疯子 为了逃避他 张来立即朝他指的方向走 张来一边在怪柳中朝前走 一边回头看 看那个人有没有追上来 他的心一点一点地放下来了 可是天更阴了 走着走着 张来发现这个人突然在他的前面出现了 他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 好像正在等着张来的到来 他空洞的双眼没有一丝精神 渺渺的看着他 一眨不眨 你 张来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快疯了 那个人用一种类似小孩的声音飞快地说 张来转身仓皇而逃 张来转身仓皇而逃 张来转身 张来转身